历史世界频道 广西战役是国共内战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 与国军白虫喜集团的战役 1949年10月 横宝战役后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白虫喜部五个兵团 12个军共15万余人 由湘南退守广西 企图在退至岳桂边境及湛江地区的广州 虽敬公署主任于汉谋不约4万人侧应下 以桂林为中心 沿全县至柳州铁路两侧组织防御 阻止解放军入桂 第四野战军司令原林彪指挥九个军共四十余万人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关于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 决心分三路向广西途径 求兼白虫喜集团于广西境内 10月31日解放军发起战役 11月6日解放军西路第13兵团第38 第39军由湘西南出发 11月10日分别攻占境线通道两城 第17兵团仓皇西逃 第13兵团成胜追击 于11月15日经前南歇入广西 向河池 百色极境 切断白虫喜西逃云南 贵州之路 南路第四兵团第13 第14 第15军和第15兵团第43军 分别于11月10日和11月15日向连江 茂名 信仪推进 切断白虫喜海上逃路 北路第12兵团第40 第41 第45军进至香跪边境 一步于11月10日习战全线现成 这时 第二野战军已突破白虫喜川前防线 一步以逼近贵阳遵义 白虫喜在处境孤立 西逃无望情况下 即调第三兵团 第11兵团共五个军由利浦 攻城南下御林 层西地区 企图在于汉谋残不配合下 发动南线攻势 以打通撤往海南岛道路 并令第一兵团 第10兵团由贵北南撤 第四野战军前只决心趁机在越贵边境为 奸骑第三兵团 第11兵团 令南路部队以一步兵力在连江致信 以一线占领有力地形阻击敌人 主力隐蔽待机 令西 北两路部队迅速南进 侧应南路作战 11月24日 白虫喜第三兵团 第十一兵团开始向连江 茂名 信仪等地实施猛烈攻击 受挫 11月27日 解放军南路主力从连江 茂名 信仪突然出击 并乘胜猛追 攻占荣县 御林 陆川等地 歼灭第十一兵团一步 11月30日 第43军一举突入博白县城 兼灭白虫喜第三兵团部 扶华中军政公署军工副长官 兼第三兵团司令官张干 随后 惠同第四兵团主力 将第三兵团所辖三个军 大步为奸于博白 陆川地区 此时 于汉谋残部城系席战连江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力 即回师兼其一步 解放军西 北两路一级速南下 在贵滇前边纵队配合下 先后攻占河池 桂林 柳州 吴州等 既又静至东南 冰阳 贵县一县 白重洗 南县攻势失败后 仓皇撤退 令第一兵团 第十兵团分别撤到南宁 青州地区 第十兵团残部退向青州 企图从海上逃跑 卫权间白重洗残部于国境内 12月3日起 解放军各陆部队继续猛追 先后占领百色 南宁 林山 河池 河池等地 12月7日 江华中军镇长官公署 河第一 第十兵团 及其他残部大部维艰 于青州和小董虚地区 至12月14日 先后占领 镇南关河爱殿 战役结束 此役 国军被监约17.3万人 2万余人窜逃国外 白重洗个人撤至海南岛 国军万余人撤入越南 即为日后赴台部队 其他余部军被歼灭 解放军占领广西全省和广东省青州 及金属广西壮族自治区 雷州半岛等地区 为尔后云南省和海南岛战役 创造埋下伏笔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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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